近几年来,赵丽颖的事业可谓是大红大紫,从一个小小的配角,经过多年的努力,如今月居一线当红花旦,这一切都离不开赵丽颖的努力与坚持。 然而虽说事业上是如火如荼,但是在感情上依旧没有着落。 不过赵丽颖这么些年来,与之合作的人大多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,而自己在每次与男主的合作都传出绯闻。 向最初开始在《星环珠》中,与肖剑的扮演者高子齐传出绯闻,据说两人是真的英系生情,而且还开展地下练一年多后和平分手。 而如今的高子齐也和韩国女星蔡玲过上了幸福的生活,丽颖却依旧截然一人。 再由与陈晓合作陆珍传奇,两人又传出绯闻。 之后赵丽颖与合作的李一峰、朱子肖、陈伟平、林邓兴都相继传出绯闻。 而早在之前,罗靖做客非常近距离给主持人李靖探手机照片,其中出现了一张女孩的照片。 罗靖承认是自己的女友,有观众爆出照片上的女孩是赵丽颖,罗靖和赵丽颖密恋的消息由此传开。 如今罗靖有了唐嫣,两人也是如此的般配。 对于这个传闻,让很多粉丝表示这要是真的,这可让我们堂堂杂想罗。 不过如今相信罗靖对堂堂肯定是真心狼。